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发射神舟 12号载人飞船 飞行程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红波组成 聂海胜担任指令长 备份航天员为迪志刚、王亚平、叶光复 航天员聂海胜参加过神舟6号、神舟 10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刘伯明参加过神舟7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汤红波是首次飞行 今天上午,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周2号F-12 火箭将加注推进季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阶段第四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任务有以下主要目的 载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 载生生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 载、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 首次检验东风着陆场的航天员搜索救援能力 开展多领域的空间应用及时实验 综合评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 任务的功能和性能 进一步考核各系统间的匹配性和协调性 为后续任务积累经验 按计划 神舟12号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 核心舱的前向端口 于天河核心舱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 航天员进驻核心舱 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 驻留约三个月后 搭乘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天河核心舱与天舟二号组合体状态稳定 各项设备工作正常 具备交汇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 执行神舟12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 以完成综合演练 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前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